各位朋友 你們好 過去都是很忙 有些時間就要拍一拍片 去講一些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見解心理 這條片我真的要講講一個人 即是梅啟明梅艷芳的歌曲 他關乎梅艷芳小姐的家事 其實我一向都沒有講 我有分享梅艷芳的作品 和講講關乎他的戲 都是一些正面的事情 人家家事就有時 我是男人 免得和事佬 這條片不是一條秋水片 因為我真的很衷心開這條片 就是要譴責這個人 都是譴責 昨天就是梅艷芳小姐 我也很尊敬她的一個藝人 因為她爽朗的性格 還有她一些比較有道義的性格 我很欣賞她 還有她的才能 昨天就是她的忌神 然後她的歌曲 梅啟明又出來說她有結婚 我真的覺得是極之可惡的人 一個… 我極度譴責她是一個偽善家 一個口業者 根本上是一個魔鬼的代言人 她的思維 即人格思維已經去到很差很差 在她的口中 眼中當然是為了利益 口中經常都說感恩之類 你連發誓的手 因為這些是潛意識 你都做錯了 做了一個OK的手勢 然後記者提她 應該是三隻手 她都是分開差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的潛意識 根本她不是一個善良者 她是一個偽善者加口業者 即是魔鬼的代言人 為何會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連發誓的手勢 你都未認識的時候 你就做一些手勢出來說發誓 這個潛意識 即是說你不是真心去發誓 你是掩飾自己 我在這段影片 嚴重說她之前 我就說說梅媽 因為她已經過了百歲 我就不多想說她很多話 但是有些事我是要從一個連帶關係裡面說 梅媽當然早年 大家看的報導已經知道 她是為了梅艷芳的身家 爭來爭去 然後就好像醒覺了一點 跟梅乾明畫清界線 即是知道她有問題 脫離母子關係 我說說梅媽 就算她以前怎樣差都好 她始終都是一個過百歲的老人家 她怎樣現實也好 過了百歲 我們都免得去說她 因為為什麼呢 你有幾個人可以過了百歲 和過了百歲都不剩下多少時間 那就隨便她過去了 但是我想說一個連帶關係 就是說如果沒有梅媽 其實就沒有梅艷芳 如果沒有梅媽 小時候把梅艷芳推出去的時候 即梅艷芳小時候推出去表演之外 梅艷芳小姐就累積了很多年的經驗 然後就成名 然後就努力向上 那就產生了梅艷芳的出現 所以她的連帶關係 她的價值裡面 在公眾價值裡面 就是沒有梅媽 就不會有梅艷芳 所以梅艷芳 即是就算媽媽怎樣對她 怎樣刻薄也好 她仍然會回饋給媽媽 而且是一個很合觀的回饋 當然早年梅媽就不甘心 因為女兒有這麼多性格 即是在傳媒報導裡面 以及我們觀眾的感覺就是 她就很不甘心 將這麼多億的身家 就變成基金 即是定時定後分給她 就這麼少 所謂 其實就不少 那裡根本上是超越了梅媽 你賺回來的能力 賺錢回來的能力 可以這麼說 這個就是她的連帶關係 暫時就說完 梅媽就讓她過去了 好了 但是她的歌 我肯定要再說下去 為什麼呢 剛才所說的那件事 就顯出她不是真心的 第二件事 你有沒有搞錯 無論你是中國人也好 外國人也好 你怎會在妹妹的寄神裡面 宣佈你結婚 然後她在訪問裡面 記者都很不耐煩 不過暫於她的價值 就是間中定時定後出來 做一個公眾小巢 記者又有東西寫下 她在妹妹的寄神裡面 宣佈她結婚 你說這件事發生了什麼事 這些就是反人格障礙 妹妹的寄神 正常大家都會哀悼一下她 你無緣無故在那裡 就說自己結婚 就是衝起現象 對衝 如果站在股票裡面 就是一個對衝的現象 好了 口口聲聲就說 我今天宣佈想妹妹知道 妹妹如果還有靈魂在這裡 還在先遊在這裡的時候 怎麼會不知道你想什麼 你結婚她以後怎麼會不知道呢 你說這個人是多麼假 行為上已經顯出她很假 她根本是借傳媒定時定後 做一些小丑的角色 滿足一下她的虛榮感 她另外一半 當然都是差不多類 物以類聚就很正常 那些記者也不多理 她所謂的未婚妻 因為之前都已經知道她是有個女人 她還未離婚 這些余記已經知道了 那些余記都很不耐煩 但是梅家明就問菲朵所答 有幾樣東西 我就要鄭重和她分析 還要 第一件事就是說 沒有任何事情 對不起梅媽 好了 很老實 一個人怎麼會沒有錯呢 你這樣說的時候 即是說你相對 很多事情是對不起梅媽 你才說這句話 你怎麼會對不起梅媽 一個人怎麼會沒有錯呢 即是說你沒有錯 你怎麼會對不起梅媽 又怎麼會對不起妹妹 然後第二件事 口口聲聲就說 即是大大了一個妹妹 我剛才已經說了 你最… 其實站在她哥哥的身份 你又沒有什麼利益給妹妹 最多可能請她吃糖 或者接下菜放學 那樣東西 好了 但是你一個妹妹身上 妹妹到底是給了多少東西給你 你一個字都沒有說到 即是說掩飾著妹妹 是給了多少東西給你 全問她是不是真的 她都是問菲朵答 你說這個人是多麼差 又假又差 那就糟糕了 好了 然後第三件事 就是說 她沒有貪妹妹的錢 如果要貪 就在她成名的時候 就貪 為什麼她成名的時候 她說她去了美國 其實這些東西是很低能的 即是說這些東西 你去了美國一樣 是可以問妹妹幫助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去了美國 到底做過什麼 說真的 你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說不貪過妹妹的東西 或者對不起妹媽 其實你就應該要數出來 你在美國做過什麼 之類 是不是真的沒有貪過妹妹 沒有貪過妹妹 有沒有給你 其實你應該要全都提出來 但是隻字不提的時候 即是債言 這樣的時候 怎麼會令人信服你 第二件令人極之再反感 為什麼呢 你都沒有說過你在她做什麼 我不相信她去美國 是沒有行差答錯的 因為 因為看她的人 已經反人格障礙到這樣 根本上 以前都應該是 有機會 有機會 這個是猜一下沒有罪的 有機會都是剔一下東西 黏花野草 因為現在看她的行為 都是母女不行的 你一個這樣的性格 怎麼令人信服 還有說的東西 簡直就是 謊話連篇 即是 某程度上 是差過 新河太那些 某程度上 好 然後 一路數下去的時候 他就說 大排言直 就想請妹媽出來 透過傳媒請妹媽出來 什麼時候就想擺走 然後就說 我不用媽媽出一毫子 嘻嘻 這麼過癮 你不用媽媽出一毫子 其實你透過傳媒的時候 你結婚 她在片段經常都說自己很感恩 這個是第四個 即第五個譴責 你說請妹媽出來 不用她出一毫子 那樣東西 你著重在說 不用妹媽出來 就出一毫子 這麼特別的 即是 這句 顯赦了一種 叫做反人格 裡面的 一個象徵 其實不是應該 你請媽媽出來 是媽媽幫了你什麼 即是我醒覺了 我現在知道有問題 即是你跟我脫離了 這個母子關係 有問題 不如我給你幫我的東西 給你 應該是這樣的 你還要說 我不用媽媽出來給一毫子 即是說 你當媽媽是乞丐 即是她來喝 有得吃 這樣 即是你想請媽媽喝一頓喜酒 就覺得她替你高興 是不是這樣 但你強調就是不用媽媽出一毫子 這句是可圈可點的說話 即是你也是想著 媽媽出來 她不用出錢的時候 就覺得很欣賜 這些就是反人的障礙 即是心理病 很有問題才是這樣的 這個真的令到我一聽的時候 真是笑死 但我成熟一點的人一想 已經知道你在做什麼 媽媽出來 不是要付一封利是給你 是吧 那封利是難道是虧報紙 即是你說不用她給一毫子 就很欣賜 那封利是 就算是二十元也好 都是錢 你這些都不知道在想什麼的人 幾十歲 即是九不八 難聽些說句就是 好 然後 一路下去了 然後她舉手發誓 先舉了一個OK手勢 這個OK手勢發誓 記者提她 她就說 發誓三隻手 這樣三隻手 她總之分叉開 其實西方的發誓形式就是 三隻手合起來 這樣才為之發誓 那你連這些動作下意識 你都 就算是懂 下意識都不做 如果你不懂 你就說隨便發誓 很奇怪 是的 這些是很假的 然後再加上她所說 就是 我梅啟明三個字 這些就是一些 古學仔說的 其實她沒有說過 是她自己本人 她只不過是說 我梅啟明三個字 梅啟明大班人姓 大班人叫梅啟明 那她如果正常 真是衝心發誓的話 真是會有報應的話 就是 我本人 是的 梅啟明 是這樣的 那你 你可以當我說 哇 想多了 這個老粗是這樣的說話 是的 那可能有機會是這樣 不過我就不太相信她的正意識 不是甜意識 是正意識 是她這樣去發誓 如果她有說到 如果她要報應的話 其實不是等天收 因為天一定會收你 是不是 在這裏我又要插一小話題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 都誤解了一件事 我覺得是有些誤解 或者是每個人想的事不同 所以我在這裏 有些補充一些東西 就是說 有些人就會認為 好人會早死 那樣東西很不公平 這件事 我相信所有人類都解答不了 但是有一件事 我知道 惡人 會有一個報應 就是在她臨終之前 很少惡人在臨終之前 安然離世 很少 很少 為什麼呢 其實她臨終之前 那一小時是很關鍵的事 在她流離之間 那一小時 其實她等於她一輩子 或者幾輩子 因為那種痛苦 其實上天有時都很公平 讓她在這小時 會承受她心理上很大的痛楚 甚至身體上很大的痛楚 去懲罰她在人生裏面做過的事 好人就會受小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不妨留意一下 這就是我自己留意到的事 有些人臨終的時候 那一小時就等於她一世或幾世的痛苦 其實有時 你佛家也好 法家也好 甚至乎在聖經裡面 耶穌也有提過這樣的事 到底你領不領不到 可能要透過大家生活的經驗去領略才行 每個人的生活經歷都不同 好了 說回梅啟明 記者問她的時候 她沒有怎樣去懲罰她 就是等天收 好了 等天收這件事 你已經說了 其實天一定會收她 我都說了 惡人或者不道德的人 通常臨尾那個鐘是很痛苦的 這些事情 大家不妨放長雙眼 這位梅啟明先生 臨去的時候 她自己才會覺悟到 然後她在裡面沒有說 五雷轟頂 不得好死 橫屍街頭 這些惡毒的事情 去懲罰自己 只不過說她等天收 這些就是她這個人的問題 好像沒有受過道德的教育 她簡直就是 口亂說 全部都是口亂說 她說出來全部都沒有證據 誰知道她說 借妹妹上位就當是 然後那些記者就問這位女士 你是不是小三 那樣當然不認 然後梅啟明還未離婚 有沒有重婚 然後她又敢不回答 八問非得所答 又說 對方單方面搞了 其實她 如果我就這樣聽 根本上她的人 很久之前 可能剔夜過度 已經是有些妄想 或者精神分裂 甚至乎 我剛才所說的魔鬼代言者 根本上她的人是沒有道德的 總之有利益當初 就認爸爸 誰有錢認誰做爸爸 這些就是超現實人 其實她就是年輕版少少 梅媽的現實版 這種人 就是大家可以透過我這條片 希望可以釋懷到大家的怨路 在這裡我就作少總結 就是 其實她 如果我沒有推測錯的話 她如果是用這種形式 再活下去的時候 她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其實她也是一種小雲雲 即是一個小雲雲 其實也是想 困一下水 拿一下別人的好處 然後她的結局 其實是比可伯更慘淡 因為她這種人比可伯更差 可伯都說出來搞搞笑笑 但她都未至於傷害很多人 她只不過是透過新鶴太 就誘化了她去攻擊她自己的家人 但是 至於她的行為 她也是在網絡宣揚一些不良的意識 這件事就是有一個葉緣 或者是有一個第三方的誘因 導致她漸漸成為魔鬼的代言人 她未必是天生 她一開始宣揚一些極差的東西 就變成正常 這些就是天生的魔鬼代言者 如果我簡短去總結的時候 就是她大家可以放長雙眼 其實以她現在的狀態 我相信她五年十年後都很淒涼 為什麼她現在都說結婚 那位是泰國人 她是搞餐廳的 她回答記者就說她是搞餐廳 而不是回答記者 就是未說是否做事應 總之是搞餐廳 說得好像很威風 這個梅啟明黏上去 當然又吃又拿 大家明眼人都看到 這種人不單止是等天收 應該都… 她臨老的時候 她都有很大的報應 現在先猜一下 但多數都是這樣 好了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分析這個人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條影片見 下條影片我會回應 有些觀眾的留言 在我之前的兩條影片 好了 暫時是這樣 好 Thank you 大家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Thank you Thank you 大家好 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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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